穿过一片幽静的竹林,踏过鼓鼓流淌的山西,在台湾新北市新殿西安坑的半山腰上,藏着独臂工笔画家陈振毅的工作室养心斋。 63岁的陈振毅八岁时因意外市区右侧小臂,一度不愿与外界交流,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毛笔字。 一次无意的临摹让他爱上画画,17岁时他拜名家廖天鹤为师,学习传统工笔画。 而传统工笔画讲究右拉左推,让没有右手的陈振毅困难重重。 14年的拜师时光,陈振毅每天练习十几个小时,才让左手把线条画顺。 在一次台北故宫的展览中,陈振毅从一本收集流落海外的中国国宝的书中,看到了南宋画家马远的西元雅籍图,让他颇为喜欢。 这幅画收藏于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,他就用放大镜对照着三四十厘米长的图片,先用铅笔模拟圆画的细节,然后用毛笔整理,再画初稿,到了中稿,已经是他画的第四遍。 这个本来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嘛,国宝的话现在流落到,已经流落到国外去了,国宝就流落在,好像是在外面流浪一样啊。 因为图片很小嘛,图片很小的话,一般我们的肉眼没办法去看清楚,所以我们要透过高倍,差不多八倍还是十倍的放大镜,然后去看那个小图片。 小图片你在看的时候,你再去那个模拟它的一点一滴,因为光线上面的问题,就眼睛会有一点像闪光,眼力会受伤。 通过勾勒线条来表现物像的白描,技法难度高,而且耗时费力。 陈真义用了一年多时间,才重现了这幅西元雅籍图。 他说,传统工笔画讲究一个细腻度,画头发时要一根一根画出来,并且行笔时不能有败笔,如有败笔,整张画就要重画,所以只要一拿起画笔,就要回归到最初画下第一笔时的心境。 我们的东西是唐宋文明清一代一代传下来,中国固有的笔画。 古人的技巧有些现在已经没有老师教你的。 那你在临摹的时候,你第一个拿出你的诚心出来,你非常尊重这一个前轮留下来的智慧财产。 然后你就用那个放大镜,然后去看它的那个小细节,一点一滴的小转笔,去了解古人当初在画这一张画的心境。 然后你尽量去接近他这种心境,两个好像是一个互通。 工笔画太辛苦,西洋画法更普遍,让陈真义担心工笔画的传承。 他说,自己学的技艺源自大陆,他也更希望把自己的技巧留在大陆。 因为当时我离开我老师的时候,我老师主有讲一句话。 他讲一句话说,我老师教我的我都教给你,以后传不传,是你家的事跟我没关系。 所以我身上有背负一个传承的责任在身上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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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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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